齊敏輝姐為我們分享一下如何堅持開發 總經理 副總 還有各位百億地產的大家好 我覺得應該這個是應該要請鍾榮來分享才對 因為他的積極度跟精神真的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那這點也很不好意思能夠這麼講 那我是覺得說開發的話是我們的業績之母 有委託的話才有成交的機會 但是說有很多案件的話 都不是成交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好的案件都是賣得很快這樣子 那我自己也希望說在明年2022年的話 能再借到一些好的案件 比較優質的案件會來一起賣 把業績留在我們自己的手上 創造雙影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實質旅行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的分享 我要退化了